大家早晨 今天一集港股事前分析 我们的讲题是 比亚迪股份1211 在日线图上出现了连续11支的阴烛 哇! 11支 人家以为 7支就完 9支就完 11支就完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说7、9、11 其实没有一个定数 谁知道 还未跌完 那形势会如何呢? 跌多少呢? 现在最新就跌到12月1号 暂见202.2 那下站支持看两个 当然是看3月14号低位 189.247 以及1月3号低位 185.747 那到不到呢? 很难说 那就看了这两个位 再弹上第一个阻力 就是8月22号低位 284.6 这个很明显的阻力 这条线 大家看到是不是? 214.6 OK 那就是 再弹上的话呢 现在真的不敢说了 我大胆 假设看到底线 在202.2 真的大胆 是很大胆 假设看到底线 我们将最近跌落 由11月16号 上月16号高位253.6 一路跌到下去 刚才说的斩 见到低位 202.2 反弹 反弹 0.236倍 现在正在弹 0.236倍的量度升风目标 是214.33 0.382倍 就是221.84 再看0.5倍 就是227.9 我并不敢看0.868 那么持续的跌落 我只能看这三个 暂时少第一个 大家应该已经是初步心满意足了 少第二个 都可以 好喜悦的 少第三个 短线头记者来说 这个是日线图上的形势 大致是这样的 我们看看周线图 周线图当然也是以222.4为中期初步阻力位 下面中期支持位是189.247 3月17日结束那星期的低位 0.618倍就过了 这个应该来 我读一次给大家看 由刚刚说过的199.247 升到上去 8月4日结束那星期的高位 280.6 0.618倍量度跌风目标 224.141 已经由中期支持变为中期阻力了 既然是这样 我要将升浪的起点看低一点 就是由这里开始 就是去年11月4日结束那星期的低位 160.447元开始 那这个0.618倍量度跌风目标 现在 得而复得 我暂时 206.30 记住这位很重要 206.30 中期好胆分水嶺 206.35 周线图就讲完了 讲讲长期月线图又如何呢 月线图呢 就是继续下的 连续第一 二三 四 五支阴烛 刚才说了五支阴烛 都是看那个位 我计算一下 一样的 因为由这里计算 计算到这里 刚才说过 那是不是 放大它 是不是206.30倍 一样的 看这个位 中期长期都是看这个位 中期重要支持 长期 是叫做初步支持 那如果你说 中期 刚才的短期反弹 就看了 短期反弹 看了 是不是 如果是中期的反弹 这个位置是多少 这个位置是260.8 那我短期呢 量起呢 就是20 看看 短期在哪里 量一下 280.253.6 OK 我试试量一下中期反弹 你看 由这里跌到这里 我不应该这么看 因为这里ABC 这样下跌 我觉得 不要看中期 都不要看 真的 你还没摸到底 摸到底 看长期 长期的支持位 如果看长期 我们这样 先关掉它 这里明显一点 一个跌下 我们由 8月 高位286 度下来 假设 202 个月 已经看到底 大胆假设 即是今个月 这样的话 量度升风 反弹 0.236倍 0.382倍 0.5倍 分别是 220.70 220.7 232.1.5 和 241.4 220.7 232.1.5 和 241.4 220.7 241.4 5 220.7 6 5 7 7 7 8 8 8